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是英国首相苏纳克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 根据《卫报》的报道 他担心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失去其约克郡选区的议席 尽管2019年他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赢得了该席位 但最近的民调显示 他的选情极其不稳定 甚至有可能成为首位在任期间失去议席的国家领导人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深入分析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在此次选举中的显著领先地位 斯塔默带领工党从失败的深渊中走出 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这绝非侥幸之举 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和战略部署的结果 这场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各方势力都在竭尽全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究竟谁能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逐中胜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内幕和分析 苏纳克担心失去议席 消息人士称 卫报 据《卫报》报道 苏纳克向其核心圈子成员透露 他担心在大选中失去其约克郡选区 这位首相将成为首位在任期间失去议席的国家领导人 他在周二的一次保守党集会前告诉亲信 他认为在李士满和北阿勒顿的选票难以预测 2019年 他以超过27000票的多数和63%的选票赢得了该席位 一位消息人士说 他真的担心在李士满的失败 这种可能性让他感到震惊 他很不安 他无法相信选情会如此接近 另一位消息人士补充说 他受到来自自己阵营的如此多的友好火力 我惊讶他还能坚持下去 一位保守党消息人士断然否认苏纳克担心失去其选区 称 首相对保住其一席充满信心 首相的亲密盟友梅尔斯特莱德周三表示 工党可能会赢得任何政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多数 据《卫报》了解 无论是否继续担任议员 苏纳克都在考虑重返金融服务业 一位前同事已经在伦敦梅菲尔 对冲基金的热点为他提供了办公空间 他还讨论了在加利福尼亚州花更多时间的可能性 那里他有一处住所 尽管消息人士称他没有立即计划全职搬迁到那里 一位保守党消息人士称 苏纳克对重返金融服务业毫无兴趣 并计划无论如何都留在约克郡 根据政府研究所的数据 没有现任首相曾经失去过一席 自1974年以来 只有12位在任内阁部长失去了一席 民调结果各异 大多数显示即使工党在全国范围内大获全胜 苏纳克也应该能保住其一席 然而 Savanta和Electro Calculus Way 电讯报进行的分析显示 他可能会失去该席位 在苏纳克选区工作的保守党活动 仍是特别担心农业社区支持的下降 其中一些人提到脱欧对其业务带来的挑战 以及未能控制非法移民的问题 苏纳克是英国脱欧的支持者 他的政府在阻止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方面遇到了困难 活动人士担心 对保守党的低投票率 而不仅仅是向工党的转变或改革的浪潮 可能对首相构成最大的风险 上个月 卫报 报道称 四位消息人士称 约克郡的活动人士被转移到苏纳克的选区进行竞选 当时 保守党消息人士否认他们重新部署资源 以试图增强首相选区的支持 支持内阁成员竞选的更广泛努力也在进行中 活动人士被转移到内政大臣詹姆斯 克莱弗利的布伦特里选区 副首相奥利福 到登的赫兹米尔选区和环境大臣史蒂夫 巴克利的东北剑桥郡选区 所有这些选区在上次大选中都像苏纳克的选区一样 以超过2万票的多数获胜 苏纳克否认了选举失败后将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建议 今年6月 在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的边缘会议上 他表示 即使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 他也会继续担任议员 完成新一届议会的全部5年任期 工党不是靠运气赢的 接而 斯塔莫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卫报 选举活动的最后阶段时间拖得很长 感觉就像是一场长途飞行的结尾 飞机已经降落 焦躁不安的乘客在座位上扭动 等待下机的信号 行程早已确定 轻微的颠簸并未影响民调的轨迹 除非所有衡量国民情绪的标准工具都失灵 否则选民很快就会迎来由工党执政的英国 一个他们已经14年未曾见过的地方 仍然存在不确定的范围 对保守党溃败的预测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反馈效果 也许会有观众对该党最后一刻的选举求情表示同情 那些厌恶保守党且对工党无感的选民 可能会转向小党和独立候选人 或者干脆带在家里 不同的投票率可能会扰乱显示基尔 斯塔莫以破记录多数票获胜的模型 期望已经膨胀到如此地步 以至于一个80席的优势 与2019年让鲍里斯、约翰逊继续掌权的结果相匹配 将被报道为工党表现不佳 实际上 这将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从四年前工党分裂和士气低落的选举深坑中 一个席位的多数看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幻想 让该党再次在选举中具有竞争力并不简单 但有一个计划 了解选民拒绝了什么 修复他 看起来准备好执政 这个计划奏效了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变 然而斯塔莫经常被描绘成旅途中的乘客 而不是驾驶员 尽管有所有证据表明他在赢 但他从未享受过自然赢家的光环 政治光谱两端的人都有动机否认工党的复苏是真实的 或者 如果是真的 反对党领袖应该得到的功劳 为了追求选举能力而被边缘化的左派派系 不会承认其刚领是有毒的 他将工党的优势归因于保守党的无端崩溃 并哀叹斯塔莫在一个谨慎的渐进变革宣言上浪费了领先优势 在这种观点中 权力的大门自发地打开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以毫无阻碍地走过去 许多保守党人同意斯塔莫得到了轻松的待遇 他们也分享左派的习惯 将选举拒绝归结为英国选民一直渴望的是更多 而不是更少的激进意识形态 经过多年将他们的领袖推向更右边 强硬的保守党人将即将到来的失败归因于右倾推力不足 苏纳克通过运行一个无能的竞选活动 使自己成为责备的容易接受者 像一个被抛弃的情人一样 通过紧闭的门缝大喊随机的请求和威胁 一个在长期执政结束时捍卫糟糕记录的功能失调 政府是非常容易被击败的 但击败他仍然需要纪律和战略智慧 对斯塔莫来说 这意味着中和所有选民可能对让工党掌权的警惕理由 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将不仅体现在工党的增长上 还体现在从保守党转向自由民主党的席位上 做出这种选择的选民知道他们在帮助斯塔莫成为首相 并对此感到轻松 当这些选民认为投票给自由民主党可能会让埃德 米利班德或杰里米 科尔滨进入唐宁街时 他们不敢冒险 这种动态可能会让工党在相对较小的投票百分比上获得大多数 结果将表达出更强烈的希望将保守党赶下台 而不是让工党上台的渴望 所有贬低斯塔莫在将其党派推向胜利边缘的成就的人 然后会否认他对胜利的拥有权 他们会说 这个授权是薄弱的 是在没有热情的情况下借来的 他将被视为被即将离任的保守党潮流冲上办公室的选举扶渣 斯塔莫的个人民调评分与大多数选举获胜的领袖相比较差 但并不比2019年的约翰逊差 然而 直到今天 许多保守党人仍然培养着 鲍里斯作为受人喜爱的国家吉祥物和名义先知的神话 他们难以理解英国作为一个国家 愿意由像斯塔莫这样的人来治理 具有严厉但公平的地理老师的魅力范围 没有狂热的斯塔莫支持者集会 上周末在格拉斯顿博里 他的名字没有被高呼 但狂热的奉献并不是政府可能有效的衡量标准 工党领袖低调的风格吸引了低估 这是一种慢慢燃烧的欣赏模式 我听到过各种与斯塔莫共事过的人描述过 无论是在议会中 还是回到他担任公共检察署署长的时候 甚至更早的他作为律师处理艰难的人权案件的时期 第一印象是平淡无奇 对平庸的怀疑很快被打消 他转变为对这个人激烈决心和战略重点的钦佩 他在追求正义时对原则和务实的系统校准 那些了解斯塔莫的人对他的一个反复出现的观察是 他总是做他说要做的事 赌他不会这样做从来不会有好结果 他竞选党领袖是为了成为首相 这听起来不可信 大多数反对党领袖都失败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个任期内将压倒性的失败翻转为多数 现在斯塔莫站在10号门的门槛上 他的批评者 左派和右派 都认为他是偶然而非设计地走到这一步 没有什么是必然的 让工党政府看起来是必然的 让这么多人对通往斯塔莫的英国之旅感到舒适 让他成为长途竞选结束时显而易见的自然目的地 是一种罕见的政治公益成就 而不是运气 很容易想出乘客下机后很快不满的情景 下一届政府面临着异常串几手的挑战 但同样难以想象很快会对回到保守党英国的强烈渴望 首相失败的假设方式也有很多 预测失望作为对天真乐观指控的保险也有很多动机 但这种倾向必须与对斯塔莫作为一个能完成事情的人的记录的理性评估相平衡 他打算成为一个变革性的工党首相 现有的证据使得相信他可能真的会做到这一点是值得的 拉斐尔 贝尔市 卫报 专栏作家 卫报 新闻市 选举结果特别节目 7月5日星期五 英国下令时晚上7点30分到9点 加入休 摩尔 加比 辛斯利夫 约翰 克雷斯 乔纳森 弗里德兰和左伊 威廉姆斯 对大选结果进行无与伦比的分析 工党在竞选活动中显著领先保守党 卫报 随着大选竞选活动接近尾声 2024年7月4日临近 民调显示支持率变化不大 工党在竞选期间的支持率略有下降 但在保守党执政14年后 自2022年初以来 基尔 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在民调中一直领先于保守党 卫报正在追踪来自所有主要英国民调公司的最新民调平均数 直到选举日 当前投票意向10天移动平均民调显示的英国投票意向 加在中 投票意向随时间变化10天移动平均民调显示的英国投票意向 加在中 苏格兰民族党 S&P 未包含在 未报 使用的上述数据中 在全英国范围的民调中 S&P的投票率在2%到4%之间 但由于其在苏格兰的地理集中度 它将赢得比其他具有相似全国投票率的小党 如绿党 更多的席位 针对苏格兰的专门民调比上述全国性民调更能准确预测其在下次选举中的表现 民调在预测谁将在英国的单一选区制选举中获胜方面有其局限性 重要的是每个政党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数 这取决于650个选区中的个别竞选 最新民调对议会的可能影响 各党派席位数 加在中 卫报 图表 来源 斯蒂芬 费舍尔教授 约翰 肯尼博士 保罗 傅里和波利纳 雷祖克 选举等 牛津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 预测截至1970年1月1日 基于包括统一变化预测 多层次回归和后分层 MRP 模型以及其他复杂模型在内的民意调查投票一项预测的平均值 预测在这些类别内平均后再跨类别平均 席位预测有所不同 但我们显示的是平均值 它包括三种不同的预测投票一项转化为席位的方法 统一变化预测 多层次回归和后分层 MRP 模型以及其他复杂模型 统一变化 假设全国范围内的变动将均匀地应用于所有选区 MRP模型估计年龄 性别和居住地区等特征与投票一项之间的关系 然后使用这些数据来预测每个选区的投票情况 席位预测的准确性如何 在英国的单一选区制系统中 民调数字与席位数不完全对应 因为这取决于投票的地点 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 福特描述来自一般民调的席位预测位粗略标尺 他说 工党可能领先15个百分点 但没有多数席位 领先10个百分点却有多数席位 这取决于那些选票的位置 如果选举接近 民调对结果的预测性会降低 从全国民调中推测席位数的其他局限性包括 自由民主党的席位数难以从全国民调中推断 因为尽管其全国支持率远低于两大党 但在某些选区中它有显著存在 此外 全国性民调对苏格兰的情况也不太具信息性 苏格兰的民调更为罕见 数据说明 图表显示的是基于全英国范围内民调的 各党派支持率的10天滚动平均值 这不包括拥有不同政党的北爱尔兰 在任何给定的一天 卫报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近日的保守党集会上向其核心圈子成员表达了对大选中失去其约克郡选区的担忧 苏纳克担心成为首位在任期间失去一席的国家领导人 尤其是在其选区 李士满和北阿勒顿的选情难以预测 尽管在2019年 他已超过27000票的多数和63%的选票赢得该席位 但近来的选情显示出不确定性 这让他感到震惊和不安 尽管一位保守党消息人士断然否认 苏纳克担心失去选区 称首相对保住其一席充满信心 但苏纳克的亲密盟友梅尔·斯特莱德曾表示 工党可能会赢得 任何政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多数 据《卫报》了解 无论是否继续担任议员 苏纳克都在考虑重返金融服务业 并且已经在伦敦梅费尔 获得了一处办公空间 苏纳克也讨论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花更多时间的可能性 尽管消息人士称他没有立即计划全职搬迁到那里 根据政府研究所的数据 没有现任首相曾经失去过一席 自1974年以来 只有12位在任内阁部长失去了一席 大多数民调显示 即使工党在全国范围内大或全胜 苏纳克也应该能保住其一席 然而 Saventa和Electro Calculus为电讯报 进行的分析显示 他可能会失去该席位 在苏纳克选区工作的保守党活动人士 特别担心农业社区支持的下降 其中一些人提到 脱欧对其业务带来的挑战 以及未能控制非法移民的问题 苏纳克作为英国脱欧的支持者 他的政府在阻止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方面 遇到了困难 活动人士担心 对保守党的低投票率 而不仅仅是向工党的转变或改革的浪潮 可能对首相构成最大的风险 上个月 《卫报》报道称 四位消息人士表示 约克郡的活动人士被转移到苏纳克的选区进行竞选 当时 保守党消息人士否认他们重新部署资源 以试图增强首相选区的支持 支持内阁成员竞选的更广泛努力 也在进行中 活动人士被转移到内政大臣詹姆斯 克莱福利的布伦特里选区 副首相奥利福 道登的赫兹米尔选区 和环境大臣史蒂夫 巴克利的东北剑桥郡选区 所有这些选区 在上次大选中 都像苏纳克的选区一样 以超过两万票的多数获胜 尽管有这些担忧 苏纳克否认了选举失败后 将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建议 在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他表示 即使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 他也会继续担任议员 完成新一届议会的 全部五年任期 在工党方面 《卫报》报道指出 选举活动的最后阶段 显示出工党略有优势 但变化不大 接耳 斯塔莫领导的工党 在民调中一直领先于保守党 这显示出 选民对保守党执政 14年后的厌倦与不满 民调数据和席位预测显示 工党有可能在大选中获得优势 尽管选票的地理分布和选区特性 将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多种模型的预测 工党可能会在议会中 赢得足够的席位 形成可执政的多数 这一切反映出选民 对保守党的不满 以及对新政府的期望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大家都知道 苏纳克担心失去一席的事情 完全是虚惊一场 这可是他在2019年 以63%的选票当选的选区啊 比起英国历史上许多首相 我们的苏纳克可谓是稳如泰山 再说了 他曾经是对冲基金的高手 金融市场的风险都能驾驭 区区一个选区有什么可担心的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有点乐观过头了吧 历史上的确有些首相选情稳定 但苏纳克这次可是面对工党的强势崛起 你知道吗 自1974年以来 已经有12位内阁部长在任上失去了一席 谁说金融市场上的高手 就不会在政治上翻车 苏纳克怕是要感受到什么叫水能在舟 亦能复周了 哈哈 谢琪琪 你还真会用典故啊 不过我们来看看数据吧 大多数民调结果显示 即使工党在全国范围内大获全胜 苏纳克也应该能保住其一席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就好比你在赌场里赢了最大的赌注 结果出来时旁边的人还在说你可能会输 你说这搞笑不搞笑 楚天书 你这比喻真是绝了 可惜现实并不是赌场 苏纳克选区的保守党 活动人士都在担心农业社区支持的下降 这些可是实打实的选票啊 再说了 Saventa和Electro Calculus的分析显示 他可能会失去该席位 就像你在赌场赢了大奖 但发现自己根本没拿到现金 只剩下一张空投支票 这才是真正的搞笑呢 哈哈 谢琪琪 你这比喻真是够黑色幽默的 但你别忘了 苏纳克还有很多计划 无论是否继续担任议员 他都在考虑重返金融服务业 就像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 不管在台前幕后都能混得风生水起 与其说他担心 不如说他再为未来铺路呢 楚天书 你可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呀 重返金融服务业听起来不错 但苏纳克否认了选举失败后 将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建议 这种表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难道就像电影里那种 我不会放弃这个角色 即使我已经被踢出剧组吗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场戏如何收场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让我们来看看苏纳克的情况 这位约克郡选区的保守党首相 最近在大选前开始担心自己的一席会不会飞了 2019年 苏纳克以63%的选票和超过27000票的优势赢得了该席位 但现在他却被不确定性和支持下降所困扰 据说他在周二的保守党集会前告诉自己的核心圈子 对选票不太有底 甚至有点震惊 这可让我们的首相有点坐立不安 搞得他都快要失去信心了 另一边乡 保守党的一些大佬却坚称苏纳克对保住一席充满信心 这场内心戏真是够精彩 苏纳克的亲密盟友梅尔 斯特莱德更是火上加油 宣称工党可能会使无前例的大胜 左手是苏纳克的焦虑 右手是盟友的神寓言 这保守党的戏剧性真是构足 不过苏纳克也不是省油的灯 据说他已经开始考虑B计划 无论是否继续担任议员 他可能重返金融服务业 在伦敦梅费尔 他的前同事已经给他安排了办公空间 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州 他也有备选住所 但目前似乎还没有全职搬迁的打算 当然 保守党内部有人出来澄清 首相对重返金融服务业毫无兴趣 计划留在约克郡 真是个充满戏剧性的政治局面啊 让人不禁捏着汗 再来看看工党的情况 这场选举可真是工党的一次大胜利 基尔 斯塔默成功带领工党走向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选举活动的最后阶段就像一场长途飞行接近尾声 乘客们在等待着下机的信号 民调显示 除非奇迹发生 否则工党即将迎来执政机会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 斯塔默的胜利看起来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但别忘了 这场胜利可不是靠运气 斯塔默在这场选举中展现了极大的纪律和战略智慧 他让工党重新具备竞争力 并成功地让选民相信他们准备好了执政 这可不是什么小成就 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分裂且士气低落的工党来说 尽管斯塔默的胜利几乎是确定的 但他却常常被描绘成旅途中的乘客 而不是掌控方向的驾驶员 说白了 斯塔默缺少了一种赢家的光环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弱 也因为人们总是低估他的能力 左派和右派都在否认工党的复苏是真实的 或者至少再否认斯塔默应得的功劳 然而 斯塔默的策略和纪律让工党重新夺回了选民的信任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场选举证明了斯塔默的领导能力 也让他成为了一个能完成事情的政治家 最后大选民调的数据显示 工党在竞选活动中显著领先保守党 虽然民调数据略有波动 但工党仍保持稳定的领先优势 这也反映了选民对保守党14年执政感到厌倦 苏格兰民族党 S&P也在默默地积累支持 预计在下次选举中将会赢得更多席位 总的来说 这次大选将是一个转折点 工党有望在选举中大或全胜 并成为下一届执政党 对苏纳克来说 这个选举结果可能会让他深感不安 但对于工党和基尔 斯塔默来说 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